为了发展水里乡的特色旅游行程 社区大学深度文化导览课程的老师莲秀华 特别配合水里的相关业者 设计了一连串深度的观光旅游行程 除了用生动的方式来介绍 导览水里乡的历史景观 并带着游客亲自采火龙果 过猫等在地的农特产品 让游客DIY做成披萨和面包 这种真正将旅游的行程带入农村的体验 有玩又有吃 让游客称赞不已 其实揉面团做成饼皮 放上水里下生产过的龙絮菜 香菇等食材 就能做出健康好吃的披萨 现做又能现烤 让游客感到非常新鲜 来这里玩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体验披萨的制作过程 然后就是还蛮简单的 做完披萨用在地生产的红炉果 加上面团来做红炉果面包 这种用在地农特产来做DIY的体验 让游客都玩得很高兴 非常称赞这样充实的行程 这个很好玩哦 你们大家一起来玩 可以体验这个做面包哦 在家里也可以玩 我们是第一次结束做这个面包 所以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是完全新的体验 那第一次就加上这种水果的话 这个体验没有尝试过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的 蛮有创意而且还蛮好玩的 而且真的是用道地的食材 那个火龙狗下去做 我还蛮适合小朋友来做 因为我们要方长水里的柔叶 所以就使用水里的贵娘的香菇 还有葡萄果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借借 帮助水里方长 设计这一连串深度旅游的 世道老师年修华表示 将这时协助培养水里香 在地导览人程 增加就业机会 吸引年轻人返向发展 我们刚好因为教的学生们 又成立了一个水沙连的观光协会 那这个协会我想说 不但能够帮助在地 一起来推更深度的旅游 而且能够提供在地一些工作机会 那我就想说 特别设计了这样的行程 有点像龙猫交朋友 对不对 火龙果过猫 有时候又烤一下香蕉 或者把面包做成香蕉船 让大家去分享 因为很多旺地人 不想水里游这么长特色 我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 让旺地人慢慢的了解水里 借一借形象水里 认识水里的面 民众外出游玩 就是爱好吃又游玩 免使这种轻松游水里的 刷射景点 又能DIY 刷射农产的深度旅游行程 在事半期间 就相当受到好评 也让发起人和业诊 相当看好未来 龙猫交朋友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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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